為許多老玩家創造了美好回憶的經典線上遊戲 夢幻龍族 Online 在上週重新回到台灣市場與各位玩家們見面囉 遊戲一樣保持了橫向卷軸玩法和可愛的童話風格 即使是再猛再凶惡的怪物或BOSS 看起來也都非常的酷手鬥趣 雖然遊戲分為人族與龍族 但新進玩家的賬號必須要有一位20級以上的人族角色 才能夠創建龍族角色 不過玩家們也不用擔心需要再重練 因為龍族在一開始接受英雄任務之後 就可以直接升上20級喔 目前龍族僅開放了兩種職業 一個是以召喚精靈或動物 並以範圍魔法來保護隊友或殺出邪路的召喚師 另一個則是一拳一腳默契極佳的雙胞胎格鬥家 而這次公測也同步釋出了二轉職業 像是戰士可以轉職成聖騎士或角鬥士 法師可以轉職成聖祭司或魔導師 弓箭手則能夠轉職成追獵者或穿心者 至於贏者則有鷹巫者或武鬥師兩種選擇 由於技能點數有限 要如何搭配 就考驗著玩家們的智慧與技巧囉